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一年度的华语影坛盛世金马奖即将登场 五部电影争夺最佳剧情片 包括获得十项提名的大佛普拉斯 导演张爱佳自编自导自演的新作 相爱相亲 以及讽刺喜剧轻松加愉快 和血观音加年华等 作品都以小人物故事为出发点 有的以黑色幽默道尽人生无奈 也有以女性观点探究人生 最佳剧情片讲落谁家 25号揭晓 第五十四届金马奖 25号隆重登场 最大奖最佳剧情片 一共有五部电影入围较劲 其中大佛普拉斯 以两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主角 两人偷看有钱老板行车记录戏里的偷情片段 却看到不该看的命案画面 因此卷入政商勾结的谋杀计划 大佛普拉斯问鼎粉借金马奖 总共获得十项提名 同时在海外持续传出好口碑 声势看好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导演张爱佳继二十三十四十之后 自编自导自言的新作《相爱相亲》 再度描绘女性的爱情观 张爱佳饰演的母亲角色 面临退休 心境变得焦虑不堪 无法体会丈夫的关心 更常常和女儿为了工作和婚姻等价值观的不同而起冲突 张爱佳和大陆导演田壮壮 在片中饰演平凡夫妻 细腻铺陈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获得共鸣和好评 写观音同样探讨母女之间的情感纠葛 唐福一家只有母女三人 没有男人当家 常年靠着妈妈长袖善舞 穿梭政商界牟利生存 但是一件灭门惨案 却撕裂这家母女的命运共同体 三人各有盘算 从此走向分歧的道路 写观音风格惊悚悬疑 除了入围最佳剧情片 还获得最佳导演 原著剧本和演员奖项等七项提名 本届金马奖 还有两部中国大陆电影 交出最佳剧情片奖 讽刺喜剧轻松加愉快 描述大陆经济快速成长 但是在东北地区 许多以钢铁和煤矿重工业为主的地方 在当前去产能的政策下 景气大幅衰退 老百姓为求生存 诈骗花招百出 本片题材荒诞 对白精简 却勾勒出人性的珍贵 及背后蕴藏的人生哲理 另外一部入围的大陆作品是嘉年华 片名看似欢乐 剧情却是透过一桩未成年少女 被性侵的案件 从目击者和被害人两位少女 以各自的角度去解读这段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 导演文艳平时的叙事方式 富含张力 犀利反奉成人世界 直指当权者的黑暗 更点出数名无法反击的脆弱 今年金马最佳剧情片 五部入围作品 都是以小人物的故事为出发点 有的以黑色幽默 道尽人生无奈 也有的以女性观点 探究人生 最佳剧情片讲落谁家 就在颁奖典礼揭晓 中央社总和报导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即去年揭露巴拿马文件后 日前又震撼性公布天堂文件 踢爆全球政商权贵 运用境外避税天堂 隐秘资产 文件中赫然可见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以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名列其中 根据文件内容 750年来管理英国君王 私产的兰卡斯特公国 曾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私人的1300万美元 投资在开曼群岛 以及百慕达的基金 其中有小部分 流向之前被控剥削 穷人的电器零售商 Brighthouse 另外加拿大总理 杜鲁道的最大募款人 兼资深幕僚 布朗夫曼 和参议员柯博合作 将6000万美元 转到境外避税天堂 文件还披露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透过境外投资 使有船务公司 Navigator Holdings 31%的股份 是最大股东 而这间公司 和俄罗斯的能源巨头 西布尔 有金额庞大的合作关系 其实根据这些内容 无法证明这些政商权贵 涉及不法 但女王贵为一国之君 投资海外避税天堂 自然引起非议 美国商务部长的名字 扯上俄罗斯的公司 也让人质疑 是否涉及利益冲突 对此 兰卡斯特公国发言人表示 所有来自兰卡斯特公国的收入 女王都有缴税 投资的海外基金 也都经过审计且合法 罗斯也极力撇清 并不认识 西布尔公司的任何人 美国企业巨破 苹果和Nike 也卷入这次的避税丑闻 欧盟对境外漏洞避税的行径 强烈谴责 欧盟经济事务职委 莫斯科维奇表示 将在年底前 列出避税国家黑名单 现在我们在一种不同的期限 欧盟过去也曾为了列出 避税国家黑名单而努力 但税率低的小国如爱尔兰 马尔他 卢森堡 都因不愿下跑企业配合度不高 为此莫斯科维奇强烈表示 现在这份黑名单要具有可信度 而且轻得起挑战 庄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对着国家辛巴威首都哈拉雷 街头欢声雷动 民政挥舞国旗狂欢庆祝 因为这一天他们真的等了好久 高龄93岁的前辛巴威总统穆加比 上周遭军方软禁夺权后 原本坚持不下台的他 在国会启动弹劾逼退下 21号终于宣布辞职下台 结束长达37年的独裁统治 辛巴威矿展富饶 曾有非洲南部面包卵的美誉 1980年辛巴威脱离英国殖民独立建国 时任总理的穆加比已握有实质大权 1987年成为元首 但多年来他产出一己贪污专制 引发国际批评 加上推行土地改革后 农业生产效率奏降 导致经济严重衰退 货币体制崩坏 通货率飙升 引发大规模失业潮 最终酿成政治风暴 穆加比仓皇下台后 执政党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表示 遭罢处的第一副总统姆南加瓦成为接任人选 将在48小时内宣誓就职 会做完穆加比的任期 直到2018年9月大选 辛巴威连日来的政局动荡战时落幕 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表示 这是辛巴威历史性的一刻 他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尊重宪法 也端促新领导人实现民众 期望的政治与经济改革 接上新政府的姆南加瓦如何带领辛巴威 使经济不回正轨 势必得克服极大挑战 中央社综合报道 带领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高龄86岁的古巴总统 劳尔卡斯楚宣布将在明年2月 第二个任期结束后退休 日前古巴地方选区进行小组会议 提名市政府人选为地方省籍和国家籍的官员 举行一系列投票 待各级选举结果确定后 明年2月全国代表大会将选出 劳尔卡斯楚的接班人 外界预测 劳尔的第一副主席很可能接替职务 因此劳尔即使不连任 仍有机会掌握权力 更多后续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